生态优势带动经济发展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 今天在中国共产党第17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周永康出席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贺国强主持会议 胡锦涛在讲话中强调 准确把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的行使和任务 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 坚持反腐畅联、常抓不屑 坚持巨府防变、警钟长鸣 把反腐畅联建设贯穿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个领域 体现在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各个方面 不断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 胡锦涛指出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反腐畅联工作 特别是在革命、建设、改革的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发展阶段 更是高度自觉地把反腐畅联工作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这充分表明 我们党对马克兹主义政党取得执政地位 尤其是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 必须抓好反腐畅联工作的认识是十分清醒的 态度是一以贯之的 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形式下 党内可能出现的问题 特别是可能遇到的风险的认识是十分清醒的 态度是一以贯之的 对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的认识 是十分清醒的 态度是一以贯之的 对抓好反腐畅联工作 对保证党和国家事业健康发展 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和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重大意义的认识 也是十分清醒的 态度也是一以贯之的 我们要从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战略高度出发 深刻认识加强反腐畅联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胡锦涛强调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加强反腐畅联建设 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坚持标本监制 综合治理 承防病举 注重预防的方针 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 强化权力制约和监督 深化改革和创新体制 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 努力形成拒抚防便教育 长效机制 反腐畅联制度体系 全力运行监控机制 切实提高反腐畅联建设成效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有利政治保证 在实践中 要注意把握和体现改革创新 承防病局 统筹推进 重在建设的基本要求 要以改革精神推进制度建设 以创新思路寻求治本办法 更加科学有效的防治腐败 要坚持治标和治本 承治和预防 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 承治于已然 防患于未然 努力把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程度 要把反腐畅联建设 纳入经济社会发展 和党的建设的全局之中 把改革的推动力 教育的说服力 制度的约束力 监督的制衡力 承治的威慑力 结合起来 把阶段性任务 与战略性目标结合起来 增强反腐畅联建设的整体性 协调性 系统性 时效性 要不断认识和把握规律 以建设性的思路 建设性的举措 建设性的方法 推进反腐畅联建设 在坚决承治腐败的同时 更加注重治本 更加注重预防 更加注重制度建设 胡锦涛指出 要继续抓住 完善承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这个重点 着力加强反腐畅联建设 坚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与加强制度建设相结合 坚持严肃查办大案要案 与切实解决损害群众 切身利益的问题相结合 坚持连政建设 与勤政建设相结合 坚持加强对干部的监督 与发挥干部主观能动性相结合 胡锦涛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 是加强反腐畅联建设的根本政治保证 各级党委要坚持党要管党 从严治党 担负起全面领导反腐畅联建设的政治责任 完善总体部署 加强工作指导 狠抓工作落实 各级纪律检查机关要不断探索 新形式下反腐畅联建设的特点和规律 努力实现思想观念和思想方法 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 人员素质和工作作风的与时俱进 不断提高反腐畅联建设质量和水平 贺国强在主持会议时指出 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和战略的高度 明确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加强反腐畅联建设的指导思想 基本要求工作原则和主要任务 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 深刻领会坚决贯彻 扎实推进以诚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的 反腐畅联建设 深入推进党风联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为完成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各项任务 提供有力保证 王刚 王兆国 王岐山 回良玉 刘琦 刘云山 刘延东 李源潮 张德江 徐才厚 郭伯雄 何勇 令介化 王沪宁等出席了会议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第二次全体会议于1月14号在北京开幕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了会议 贺国强代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做了题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 努力开创党风联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局面的工作报告 国家主席胡锦涛 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印度总理辛格 双方高度评价近年来中印关系取得的积极进展 一致表示继续加强各领域交流与合作 在新的一年里把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高到新的水平 胡锦涛说 面对中印关系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 双方要保持两国高层互访和各层次各领域友好交往势头 充分发挥两国间各对话磋商机制的作用 进一步深化战略对话与合作 不断巩固两国关系的政治社会基础 双方要进一步加强经贸 能源 科技 基础设施建设 投资等领域的合作 丰富合作内涵 提高合作质量和水平 使两国人民得到更多的实惠 为两国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的动力 双方要从两国关系大举出发 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精神 通过对话妥善处理两国间的敏感问题 确保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双方要密切多边合作 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 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辛格说 印中关系正面临新的更大的发展机遇 印中合作共同发展有利于亚洲 有利于世界 双方发表的关于21世纪的共同展望文件 进一步明确了今后两国关系的发展方向 印方愿以此为指导 同中方加强各层次交往 深化政治安全经贸科技能源等各个领域的对话与合作 密切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磋商与合作 一方坚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印中关系一定能够不断向前发展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 今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印度总理辛格 吴邦国说 中方从长远角度和战略高度重视同印度的关系 愿与印方共同努力 实现两国和平共处 世代友好共同发展 他说 立法机构的交往是两国关系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全国人大历来重视同印度议会的友好合作 双方建立并启动定期交流机制 标志着双方合作进入到新的阶段 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在保持高层互访的同时 进一步活跃专门委员会 友好小组 办事机构之间的交流 相互学习和借鉴治国理政经验 欢迎更多的印度议员来华访问 为加深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促进中印关系全面发展 做出更大贡献 中共中央政理局常委李长春 14号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国家经济院调研时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 坚持以人为本服务群众 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 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 14号下午 李长春首先来到中国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工程工地 了解建设情况 看望工程建设者 并向他们质疑新春的问候 李长春强调 中国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工程 是国家重大文化建设项目 要坚持质量第一 努力建设成国内领先 国际一流的博物馆 充分发挥再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保障人民群众 基本文化权益方面的示范带动作用 随后李长春来到国家经济院 考察了国家京剧院综合办公楼和梅兰方大剧院的管理使用情况 与部分京剧艺术家座谈 李长春说 党的实习大提出要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 大繁荣 对京剧的繁荣发展既是巨大鼓舞 也是极大鞭策 国家京剧院是京剧艺术的最高殿堂 肩负着引导和推动京剧繁荣发展的历史使命 要在各方面走在前列 为全国创造新鲜经验 要进一步深化内部改革 充分调动演职人员和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要大力推进艺术创新 推出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精品剧目 要强化经营意识 在开展商业演出和开发衍生产品方面 迈出更大步伐 要高度重视人才培养 抓好人才储备 要加强对创新剧目和名演员的宣传推介 扩大京剧艺术的影响 国务委员陈志利一同参加调研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习近平 近日到河北省围绕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 进行考察调研 他指出 党的十七大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做出了全面部署 我们党和国家今后五年的大政方针已经确定 奋斗目标已经明确 同伟蓝图已经汇旧 现在最重要的是按照中央的要求 认真抓好党的十七大精神的贯彻落实 不断在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上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1月11号至14号 习近平深入保定石家庄 凡单等地的农村企业社区和小商品市场 与基层干部和群众进行座谈 实地了解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的情况 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 他指出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 必须不断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 各级领导干部要全面领会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环 对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自觉查找工作中存在的差距和薄弱环节 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 努力把科学发展观转化为谋划发展的正确思路 促进发展的政策措施 领导发展的实际能力 不断创造科学发展的新业绩 习近平对保障和改善民生问题非常关注 每到一地都看望基层困难群众 慰问困难党员 他强调 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 以民为本的理念 牢记为民牟利的责任 增强为民办事的意识 提高为民办事的本领 自觉把关注民生 改善民生作为工作的基本内容 认真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不断让人民群众得到实惠 在考察调研中 习近平围绕以改革创新精神 加强党的建设 同农村企业社区基层干部 和党政领导干部进行座谈 他强调 选人用人 要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导向 要树立科学发展的导向 注重选拔坚持科学发展 善于领导科学发展的干部 要树立重视基层的导向 注重选拔在基层和生产一线的优秀干部 要树立崇尚实干的导向 注重选拔埋头干事的干部 要树立鼓励奉献的导向 注重选拔长期在条件艰苦工作困难地方努力工作的干部 要树立注重公论的导向 注重选拔口碑好群众拥护的干部 要树立重视品行的导向 注重选拔道德品行好 作风过硬的干部 习近平要求在地方人大政府政协换届工作中 要严肃组织人事纪律 坚决查处各种违纪违规行为 营造风轻气正的换届环境 考察调研期间 习近平专程参观了西百坡纪念馆 深切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伪纪 要求广大党员干部 以实际行动响应胡锦涛总书记的号召 始终牢记两个务必 努力夺取改革发展的新胜利 本台消息 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邀请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首相戈登布朗 将于1月18号到20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 目前各新闻媒体的学习贯彻党的 十七大精神主题采访活动正在持续进行 记者足迹遍及31个省市自治区 一篇篇主题鲜明有血有肉的稿件 在全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宣传效果 党的十六大以来 各新闻媒体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 重大决策重要活动和先进典型人物等 进行组织重大主题采访 陆续推出的永远的封碑 经典中国 时代先锋 百姓记事等栏目成为新闻名牌或品牌栏目 五年来 中央新闻单位积极探索改进会议和领导通知活动 新闻报道取得明显成效 对民生问题的新闻报道越来越深入 突发事件报道越来越快速准确 众多先进人物的报道越来越生动 近年来 新闻宣传战线一手抓主流媒体的发展壮大 一手抓新兴媒体的管理运用 党的十七大期间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三家主要商业网站的日均浏览量 保持在三亿条左右 创下网民关注新记录 从2003年年底开始 全国新闻界广泛开展三项学习教育活动 努力造就一支政治强 业务经 纪律研 作风证的高素质新闻队伍 既要经济快速发展 又要保持好的城区环境 重庆市北贝区经过认真对比思考 选择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这是正在重庆北贝区建设的一个投资数十亿元的大型房地产项目 这个项目本来要陷在其他地方 2000万的定金都已经交了 没想到来自浙江的开发商偶然看到了这里的环境就改变了主意 北贝这种生态人居环境不可复制 其他地方找不到 北贝一山傍水自然环境得天独厚 但前些年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七步择时上马的几个污染企业又对环境造成了破坏 在全市的综合考评中 北贝层列主城区倒数第一 压力很大 但是就是那么到底是 真这个名次真这个GDP还是从长远来考虑 压力之下的北贝区开始重新考虑发展思路 提出要保持良好的生态 同时全力发展对环境影响小的高科技和第三产业 于是小化工厂 采食厂被关闭了 一个高污染项目也被拒之门外 而这在当时引起了争论 我们把一些大的企业拒之门外 那么经常我们财政的增长就可能受到影响 将来子宫的工资福利那些怎么办 当我们在思考 北贝的环境这么好 我们的优势这么强 把环境糟蹋了破坏了 那么好多企业都引不来 新的发展思路 终于让这里独特的生态优势凸显出来 北贝区被联合国有关机构授予了 改善人居环境范例奖 并获得国家园林城市称号 同时新建的高速公路 将到重庆市中心的时间 从两个小时缩短到半个小时 基础设施完备的高科技园区也建立起来 旅游者和投资商开始分治踏来 去年北贝的旅游收入比2004年增长了两倍 增速在全市名列前茅 西州外来投资超过400亿元 是2004年的三倍多 一年来 各地区各部门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 把治理商业贿赂作为深入推进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内容 通过开展自查自究和加大惩治力度 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 各地区各部门按照中央确定的 治理商业贿赂的总体要求 首先对工程建设土地出让 产权交易 医疗购销 政府采购 资源开发和经销六个重点领域 以及银行信贷 电力等九个重点方面 开展了自查自究 全国有260多万个企事业单位 和49个行政主管监管部门 及其系统收缴的不当所得 由2007年初的5.6亿元增至12亿元 据统计截至2007年8月 全国共查结商业贿赂案件 31,119件 涉案金额70.79亿元 其中涉及公务员的案件 6,971件 涉案金额17.13亿元 国家林业局日前表示 今年我国将全面推开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预计到2010年将基本完成 全国25亿亩集体林地 承包到户的任务 截至2007年底 全国约6.6亿亩的集体林地 已经承包到户 占集体林地的27.5% 在没有改变林地 集体所有的前提下 林地的使用权和林木的所有权 归了农民 极大的调动了林改地区 农民造林 育林 护林的积极性 农民收入显著增长 国务院今天在北京召开 全国病险水库 除险加固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 在会上强调 各地区各部门 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 切实把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作为关系全局的大势来抓 强化组织领导 加大投入力度 保证工程质量 确保水库安全运行和效益充分发挥 确保三年内完成大中型 和重点小型病险水库 除险加固任务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 按照一国两制 实现祖国和平统一 符合中华民族根本利益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是我们党和政府对台工作的基本方针 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 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以来 一国两制实践日益丰富 一国两制是完全正确的 具有强大生命力 按照一国两制实现祖国和平统一 符合中华民族根本利益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就是针对台湾问题提出来的 它作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创举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重 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心和诚意 体现了对台湾同胞尊严和情感的充分体量和尊重 体现了高度的政治智慧和务实精神 今天上午印度总理辛格在中国社科院发表了题为 21世纪的印度与中国的演讲 辛格表示印度对中国的发展不可能没有感触 如今印度两国都处于变革时期 虽然两国制度不同 但创造美好未来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科院院长陈奎元 与来自中国社科院的专家学者 印度驻华使馆工作人员 及部分随同辛格访华人员 近300人听去了辛格总理的演讲 由北京奥运会新闻宣传工作协调小组 和北京奥组委组织的地方媒体 报的奥运会筹备的采访活动今天结束 8天时间里 全国80多家省级新闻媒体的100多名记者 先后到青岛奥番中心 运动员训练基地 国家体育馆 鸟巢 水利芳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采访 目前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筹备工作 已进入冲刺阶段 赛事运行组织 开闭幕式与火炬境内传递等更下工作 都在按照计划顺利进行 奥运会所有37个竞赛场馆 已经有36个基本完工 志愿者报名人数突破170万人 远远超过历级奥运会志愿者报名人数 上海网络安全监察部门 从去年4月开始建立网上巡逻执勤等有效机制 有力打击了网络违法犯罪活动 去年轰动一时的利用互联网销售 赢会色情游戏的华语在线就是上海民警在网上巡逻时发现并破获的 除了安排专人上网查找有关赢会色情等有害信息 设立网上报警庭网络警察外 上海警方还与网络运营商网络增值运营单位签订信息安全承诺书 去年上海公安机关共查处关闭 赢会色情网站3900多家 清理处置有害信息将近21万条 抓获犯罪嫌疑人360多人 下面请开一组简讯 中非发展基金首批投资9000多万美元 四个投资项目的合作协议今天在京签署 此次投资项目涉及矿业开发等工业基础产业 国家开展液化气价格检查以来 河南 江苏 江西 湖北 安徽 浙江等 六省液化气出厂价格回落了10%以上 其中江苏省液化气出厂价格降幅最大 每吨下降了1510元 全国首家综合保税区苏州工业园区 综合保税区今天正式分关运作 这是目前全国功能最全的海关监管区 及保税区出口加工区 保税物流区以及港口功能于一身 教育部今天公布了2008年全国高考招生计划 今年供计划招生599万人 总数比上年增长5% 其中普通本科300万人 高等职业教育299万人 全国研究生计划招生44.9万人 旨在加强娱乐场所管理的阳光工程昨天起实施 有关部门将制定全国娱乐场所管理服务行业标准 推进全国卡拉OK内容管理服务系统和娱乐场所治安管理信息系统建设 保证娱乐内容和治安管理的安全 广州铁路警方日前连续破获两起置犯假票答案 缴获挖补火车票1100多张 以及非法验制的假火车票3万多张 今天是农历的腊发 俗话说腊气腊发冻掉下巴 这两天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大幅降温 南方部分地区连日的雨雪和冰冻天气 还导致一些高速公路关闭和部分航班延误 安徽黄山风景区近日迎来入冬以来一场较大的降雪 景区内雾松遍布云海缭绕 大幅度降温和降雪 使广西资源和贵州都云山区 出现了南方冬雪奇特的雨松雾松景观 崇山峻岭成为冰雕玉气的白色世界